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介绍赞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湾政治界认为 吴敦义此行渴望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面 有利于两岸政治高层交流 如果他们有机会见面的话 应该还是会以经贸的议题啊 为核心 那大家交换意见 会谈到这个政治 应该不会 四年前 博敖的胡销会 为之后两岸两会的协商 垫下了基础 如今 马一九第二任期 开始前 两岸高层若真的展开礼物会 是否酝酿出两岸由金入政的契机 备受瞩目 我们先请教一下宇真 今年的这个博鳌论坛 应该已经是第十一届了 行之有年了 不过今年台湾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是准副领导人 吴敦义要代表台湾地区来参加 同时大陆方面 其实据说也是新的接班梯次的人 大家要互相见面 似乎这样子的一个见面 让大家有很多的政治联想 对 其实因为这次 吴敦义以副领导人的身份 那当然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肖万场 其实当时马肖他们当选之后 那也是因为肖万场 以副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博鳌 虽然过去的八年的时间 八九年的时间 这一路走来几乎都是肖万场 那你看到这一次 吴敦义是不是能够寻肖万场模式 甚至应该是说 他接了肖万场当副领导人 然后他能不能全盘接收肖万场 在博鳌论坛耕耘了十几年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觉得这对吴敦义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毕竟博鳌十一届 台湾的主要的代表的领导人物 就是说代表团过去 那都是肖万场跟这个钱赋 那我们以肖万场跟钱赋 他们的格局 甚至呢在企业界 因为博鳌论坛 其实是在整个所谓的 博鳌亚洲论坛 那他是各整个所有东亚 整个亚洲地区的一些领导人 甚至企业界的领袖 都会参加的一个活动 那每次大概至少有 两千多人的一个代表 算是一个很盛大的会议 那从过去肖万场 因为他有这个国贸局长 然后外贸协会 他跟企业界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好 他带着企业界 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 所以肖万场从以前共同市场 就是基金会董事长的一个角色 一路下来从2001年 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 他成为副领导人 可是对肖万场来说 其实应该讲他成也博鳌 就是说在博鳌的时候 他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副领导人了 结果回来的时候没想到 可能媒体上也都关注到说 他踩到马英九的红线 所以呢 从博鳌回来的 2008的博鳌回来之后 肖万场就被冷冻了 所以呢 09 10到11 连续的三届 其实都是前傅代表他去 他的分量是够的 那这一次呢 前傅也会陪着吴敦毅过去 可是呢 这一次吴敦毅的表现 我们来讲如果说他表现得不错 那对他本身 甚至迈向2016 是 是一个考验 是 如果表现得不好 那很多人会讲说 他可能 这个气势分量还是不够的 是 在两岸的议题上面 他没有办法主导 是 OK 那如果说他表现得很好 那我相信在国民党的 接班梯队里头 他会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调吴敦毅 吴敦毅其实我们从现在 就已经确认 他应该是要代表台湾 参加这个博鳌论坛 他应该现在就要准备 他准备哪些议题 我们这边来了解一下 这次因为向来博鳌论坛 也都是比较强调 经济方面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这一次可能会关注的 包括欧债危机 包括ECFA后续 这些吴敦毅 应该都准备好了吧 其实这太高估了 吴敦毅了 坦白讲博鳌论坛 基本上这十几年来 并不需要去谈 这么技术性政策性的问题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在亚洲这个地方 尤其是南中国海 南太平洋这个地方 这些企业和相关的政府 和各个团体 接触的一个地方 说实话 这些议题不需要去谈 这些议题 马英九也不会让他们去谈 因为这个东西有国共平台 有海鸡海鞋 自然会去谈 而吴敦毅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的意义在于 仰望 因为吴敦毅一辈子 是做选举事务 是 是比较幕后的操盘 甚至于是 黑白两道的相交往 是 他站在这个 国际性的大舞台 没有机会 是 他虽然去了大陆很多次 但是是跟班 是幕僚 也没有被人关注到 是 而吴敦毅呢 他跟企业界没有渊源 他在那个国际事务 涉外事务上 没有表现 所以他去了这个场子呢 在这个交流的场子里面 马英九是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在一个拉高格局上 表现出来 将来跟朱立仁平起平坐 至于说这些议题或这些东西 说实话 马英九的个性 是不会让第二轨 凌驾主轨 所以有陈冲 有马英九自己掌控的国共平台 有马英九自己掌控的海鸡海鞋 是 吴敦毅如果真的碰到这些 他回来的话 大概下场就会跟肖万长一样 再也初步有声音了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 过去的一个博鳌论坛呢 其实也有蛮多的成绩单 包括登加两岸的航班 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或是陆资付台采购 以及ECFA 比较早收清单的等等的这些议题 其实也是博鳌论坛的一个成绩 对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吴敦毅 这一次他的博鳌任务 其实到底他的任务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当然博鳌论坛这几次的成果 尤其是2008年肖万长代表 去谈的这一次 因为大家都感受到说 马英九上台了 那时候的气氛 那时候整个媒体 整个所有两岸的关注 叫做和平红利 所以大家认为说 2008年的520 这个马英九跟肖万长 他们组成的一个团队之后 那接下来两岸之间的互动是很多的 所以不管是两岸的一些直航 包机陆克来台 甚至我们看到说整个ECFA的一个行程 其实前赋后来在09跟1011这三年 其实他做了很多具体的讨论跟互动 那当然因为博鳌论坛 其实形式上 如果 因为我去过海南岛的 我是去博鳌论坛的周围 因为媒体在博鳌论坛采访 非常非常困难 第一个行程不确定 路途很遥远 然后所有的人都采访不到 所以我还记得 我是被挡在高速公路下 然后呢两个钟头动弹不得 因为当年就是温家宝直接到博鳌论坛 立临现场 所以他们整个就是交通控管 那所以媒体很难访问 那我再回到是说 OK 那所以这个具体的部分 吴敦毅能做什么角色 刚创下说 吴敦毅在两岸的一个谈判上面 他是没有任何一个过去记录可以参考的 甚至呢企业界 从我们现在在谈的比如说 露营要不要参股 是 这个部分 吴敦毅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谈判筹码吗 没有办法 你说他可以带着金融团队去 然后呢跟这个金融高层 坐下来做一个互动 比如说这个周小川 这个刘明康 如果这些金融高层都到了 好 那我们来谈谈 露营参股要不要开放 10% 20%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对吴敦毅来说 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他根本就不可能去谈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来谈一下 其实吴敦毅也有很多次 跟这个两岸交流的经验 包括比较正式的就是08年 他以国民党秘书长身份 随着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到大陆去访问 以及他也曾经出席过北京奥运 另外在09年的时候呢 也是跟吴伯雄一起到福建永定家乡 同时他也参加了第五届的长沙两岸论坛 感觉他跟两岸的交流或交手 其实吴敦毅并不陌生 因为吴敦毅也不能讲有交手 因为他其实在连战先生破冰之旅的时候 他也跟去了 也是团员之一 所以他来来去去去很多次 但是他就不是一个主角 是 他也不是一个站在台面 他就是一个随缘 然后呢 这次的伯傲其实是某些人为了捧他力拉的 08年那次的重要 其实不在那些个别的议程 而是当那个被陈水扁因素断了两岸的 加上李登辉的借急用人 十几年的时候 海姬海耳鞋怎么重启 需要一个铺陈 所以肖万长带了马英九的话 他是见到的是胡锦涛先生 他们谈的就是关键的那八个字 歌字争议 共创双赢 而胡锦涛也是用16字里面也呼应了 所以启动了 而这一次去呢 如果说这一次是习近平先生 是 那意义就不一样 那不管是李克强或王岐山 是 其实就跟过去那四年来 前赴去一样 所以那是代表的是一个互斗 是 然后让吴敦义呢 跟企业界跟两岸呢 有点站出台面 但是如果吴敦义喔 以为这是他的天堂 那吴敦义恐怕回来之后 就会变成无声的奇迹 所以说很多人也都在看 吴敦义这一次到底能有做如何的表现 这攸关的吴敦义 接下来在台湾政坛的一个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人也都在解读 视为这一次的不忘论坛 是不是马英九要把这个 所谓的两岸主导权 从连战手中拿回来的第一步 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不忘论坛行之有年了 不过好像这个名词这几年呢 台湾民众才比较熟悉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博鳌论坛的一个历史 其实博鳌论坛是1998年 菲律宾前总统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 还有日本前首相大家 共同建立的亚洲论坛的构想 而在中国政府大力的支持之下 有26个发起国代表 在2001年在海南的这个博鳌镇召开大会 所以叫做博鳌论坛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参与这个博鳌论坛整个的进程 其实2001年当时台湾 并没有派任何的代表参加 2002年到2007年是由肖万长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肖万长在博鳌论坛里面 担任一个非常主要的关键角色 2008年马英九执政之后 肖万长代表出席 之后的09年到11年是由前副 而12年今年将是由整副领导人 吴敦毅来代表出席 请教育珍 这整个台湾参与的过程是怎么样 对 因为其实刚刚这个 宋青雄提到说 整个博鳌论坛的发起 当然是以发展亚洲 像今年最主要的是要提到说 变革中的一个亚洲 然后如何能够持续的发展 所以从2001年开始 在博鳌就是在海南岛举行 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带动了海南岛的经济 如果你在博鳌论坛期间 你到海南岛从三亚 一直往北到海口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包括每年的一个全世界的 一个选美比赛 也都在那边举行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来 我在这里带动了整个 亚洲的发展 正式也带动了海南岛的发展 可是从01年开始 那接下来就是02 03 其实03年最主要是碰到SARS 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人 这个博鳌论坛整个还延后 大家对博鳌的认识 就是哎呀 肖范厂先生 他每年都会去代表 以这个欧洲共同市场 不对 亚洲共同市场 亚洲共同市场董事长的身份 然后去参加这个博鳌论坛 那可是从01到07 大家不要忘了 那时候的领导人是沉水扁 那所以呢 你看相关的媒体 对博鳌论坛的一个重视程度 就是没什么啊 反正就是一个亚洲区域的一个整合 可是这八年的时间 其实台湾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时机 包括整个像现在的东盟 整个东盟的成立跟发展 其实都是在所谓的 这个博鳌论坛里头形成的共识 结果台湾被排除在外 好 那到了08年 肖万长 他当然因为在那个时间之前 他是 除了国民党的副主席之外 他还是 陈水扁的财经总规划师 所以那个角色非常非常的尴尬 那到了08年 他虽然是副领导人 可是呢 那次他代表出席的时候呢 那马英九还特别派了一个所谓的 也算是监督人吧 就是后来接完会的这个苏起先生 那陪同他去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算 等于是说我已经政党轮替了 我换国民党来执政了 你跟过去代表民进党时候的肖万长 在博鳌里头的角色截然不同了 好 那所以这个 他那时候整个肖万长的角色 还是大家关注在说 你能不能带领台湾这些企业界的人 从蔡宏图 然后蔡明星 蔡明忠 然后包括像焦家 然后东远的黄茂雄 就是说这些企业界 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场合 然后在大陆的一个投资上面 能够得到一些保障 甚至得到一些机会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台湾真的失去了很多的优势 包括我们那时候对面板 对很多DRAM什么这些的控制 然后不准到大陆去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 这个博鳌论坛里头 亚洲区域里头 包括像韩国很多地方 在争取进到中国机会的时候 我们都失去了 所以说可不可以这样讲 在2007年以前 就算肖万长有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但实际上对两岸的一个交流上面 并没有实质上的一个进展 反正在2008年之后 对 应该是没有什么角色的 我今天可以补充是说 其实一直在从2002年到2007年 这个过程中肖万长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因为呢 他连赞不喜欢他 只是因为当年连肖佩跟他配了以后 给他一个国民党首席副主席 但是连赞一个月里面都没打一通电话给他 然后陈水扁呢把他拱出来当个招牌 财经顾问 但是也不听他的 那是因为像张忠萌啊 像这些燕凯泰他们这些 因为老肖带着是台湾经贸老兵 他们出了钱成了两岸共同市场 而蔡万长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他是用民间身份 他不是陈水扁派的 也不是国民党派的 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孤单的 这样子去 但是在这过程中 他让台湾保留了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里面 和那个东协10加1 10加3 和大陆方面产生一个交流 那后来呢 他的反而这件事情最后成了他 向万长成也不敗也不敗 因为当时当马英九要选副手的时候 那个刘兆玄和詹启贤 推荐向万长的时候 马英九是觉得 这个老家伙有什么心意 这是马英九讲个话 这个老人有什么心意 结果后面刘兆玄告诉他说 这八年来 全台湾都是像乌龟一样 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土里面 只有一个人跟外面有接触 只有一个人跟东协有接触 如果台湾要重新的打破沈水扁的锁 锁得起封闭的年代 是 肖万长他才有管道 马英九一听 有道理 所以就陈也博 所以后来马英九当选之后 又怎么重启两会协商 就让肖万长去 但是去的时候呢 很多人又觉得 又回到肖万长的心情了 我这个还是恶鬼嘛 所以肖万长 马英九一上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他先想把国共平台收过来 是 所以他就任了那一年的五月 不让廉先生去 是让吴博雄代表 去国共平台 然后这博鸟呢 去了以后呢 就希望苏起 还有他自己的老师 因为前傅说实话 他跟企业界和财经界 远远没那么深 就要派他自己的老师去收 但是后来我们就 因为两岸有正式的第一轨管道 是 所以这第二轨呢 就可有可无 所以前傅去了三次四次也没有 那现在呢 其实真正炒热的 是吴敦义自己的系统再炒 而不是马英九真正有给他太多的 因为再我们还是回来看那个代表 肖万长在博鳌论坛见过胡锦涛好几次 而这个时候 连习近平 吴敦义都未必见得到 所以说其实很多的就是一些重要 政治意涵的一些交手 所以我们这边再来关心一下 包括我们刚刚也提到 其实肖万长他之所以能参加博鳌论坛 他是用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 这个名义来参加 而这个名义其实他的成立是由非常多 企业界所共同支持的 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同一企业以及国泰人寿的这些企业捐助而成立的 所以肖万长其实在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问 其实马英九在一开始他上任的时候 他对于博鳌论坛也是有一些想法 也是有一些期待的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博鳌年会在两岸交流的作用有哪些 很多人都说 这拉近了两岸的沟通距离还有交流 同时也可以避免谈判桌上 可能出现的刻板跟僵持 另外还有针对两岸的政治经济 各领域的互信 以及让熟悉高层之间人际关系的润滑作用 对 其实我觉得说 当然因为大陆方面 给予创立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他当然也不想排除台湾了 所以呢 在陈水扁那八年的时间里头 肖万长的角色就变得 像刚刚创夏所提到的 就是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 带着企业界 带着张忠谋 高清燕 然后蔡明忠 蔡宏土这些人 是 好 我们去交流 那东协在成立了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是 然后我们能嘎一脚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比如说入股投资 或是透过第三管道 第四管道 对外面的麦动他掌握得很清楚 对 可是呢 大家别忘了 就是说其实在最重点的就是说 在两岸的那几年的平台里头 最重要的还是2005年 连战的破冰之旅之后 是 整个两岸的沟通的一个资源管道 但大陆方面 他把资源集中在 这个连战身上 是 ok 所以肖万长的不好论坛里头 他有没有办法扮演说 我是一个两岸沟通 非常了解透彻的一个代表人 没有 完全没有这种角色 那马英九一上任的时候 他当然也要在所谓的连战管道里头 找到一个所谓的第二管道 是 因为当时这个 百云九上任之后 他其实很想要用自己的一个代表人 包括海基会董事长 他想要用自己人 所以他最早属于的人选 是 我据我的了解是交人和 并不是江炳坤先生 可是呢江炳坤先生毕竟 他就是所谓的连战系统 是 那在这个连战系统的一个 两岸平台里头 他完全找不到一个替代的管道的时候 那其实博奥是一个机会 可是这个机会最主要的是说 你看以前副的角色 他又相当中性 然后他跟企业界 带着企业界去谈 接下来的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EQFA的找收清单 包括两岸的这个直航 然后这个陆克来台自由行 这些东西在那里谈 但是呢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重点 其实都还是在所谓的 陈江江城的 这个七次八次的这些会面里头 去签下一个正式协议 所以这是一个双管旗下 可是这个双管旗下 是他的微妙在于说 马英九他本身 希望的一个两岸接触模式 那他在寻求一个 他能够完全主导的一个地位 一个渠道 那这个渠道呢 吴敦毅这次的角色 就非常非常敏感了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 到底马英九在这一次的连任 能不能从连战手中 取回他的两岸主导圈 我们来看一下 马英九对博敖的期许 马英九每年对于博敖开会 他都有所谓的真言 包括2008年要 搁置争议追求双赢 2009年要深化合作 开创未来 到2011年 其实感觉淡了一点 两岸多交流 和平机会大 2012呢创下 2012基本上呢 当然马英九现在他 当然希望他有历史定位 但是历史定位里面呢 马英九又怕 马英九其实个性里面 是有怕人家质疑他 所谓的那个李登辉 讲的什么卖台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会选择让吴敦毅 这么高规格 但是像肖万朝 在那个七次博奥里面 他见过胡锦涛好几次 见过温家宝好几次 但是如果这次 真的是习近平 或者是胡锦涛先生 恐怕 那个未必 还会让吴敦毅去 所以代表着 马英九现在是有点点 且战且走 嗯 他现在要先把安内 然后才能处理外部 是 因为他在这次选举 连任的过程中 他最痛苦的 是内部失误 所以你看到马英九 连任到现在为止 胜选到现在为止 都在谈的是内部声望 是 所以吴敦毅去的话呢 就是一个副手代表而已 大概吴敦毅 真以为他可以做什么的话 吴敦毅小心小晚上的下场 不论这次的博鳌论坛牵动着 两岸会来 会怎么样的发展 但重要的是 这次是攸关着吴敦毅 未来在台湾政坛 非常重要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会议 这是毋庸置疑的 走进台湾 等会再来 再次继续 转抢 语